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十九至三十二节 第二诫命中的警告 第二诫命附加上的警告 唤醒我们免于沉睡至死有极大的果效 神这样警告我们 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 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 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爱我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这是说我们的职责是唯独皈依神 为了引导我们认识词典 他宣告他的权柄大能 必不容许任何人藐视他的权柄大能 摩西称呼神的圣名 此词原意大有能力 第二他称自己是忌邪的 因他不容许另一位窃夺他的荣耀 唯独他配得一切荣耀 第三他宣告他必写明他的威严 若有人将他的荣耀归给受造物或偶像 则必遭报应 且这报应不是短暂和轻微的 乃是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因为子孙将随从祖先不敬前的行为 同样的他宣告他恒久的怜悯恩慈 临到那些爱他和守他诫命的人直到千代 神在圣经中常常启示 他是我们的丈夫 他与我们联合 接纳我们进入教会怀抱 他与我们的关系就如同新郎与新妇 这圣结的婚姻关系必须建立在互相信识之基础上 既然神对我们尽了真实与中信丈夫的一切本分 所以神也要求我们尽本分来爱他和对他忠诚真结 这即是说 我们不可放纵情欲将灵魂归给撒旦 臣服肉体误会的情欲而玷污自己 所以当神斥责犹太人背道叛教时 他指控他们抛弃了真结 且以淫乱误会了自己 所以丈夫越是圣结和真结 当他发现妻子心倾向他人时 就越加愤恨 所以耶和华既然在真理中聘我们为妻 他宣告说 若我们因轻忽这圣结的婚姻 而以可赠的情欲误会自己 就会招致神烈火般的忌邪 特别是若我们将唯独神所应得的敬拜 贵给别神 或以迷信玷污对神的敬拜 就更会招致神最强烈的忌邪刑罚 因为我们不但破坏了这婚约 也因开启淫乱之门而误会了婚姻的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